几年前,借着当时清平影视剧的潮流,清朝孝庄太后这个清初的著名人物,曾经吸引过无数人的注意力,当代人在为荧幕上孝庄太后扮演者的美貌而倾倒之余,也会冒出来一个疑问,历史上的孝庄太后,真的有如当今电视剧里这般漂亮吗?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这里是真正历史,关注我,你一定不会后悔,不过,在揭开孝庄太后的容貌前,我们还需要先从她的绅士经历说起,只有剥开历史的迷雾,才能更为清晰地窥见她的美貌 草原降贵人,貌美且不凡 1613年2月的一天,在辽阔无垠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蒙古部落内,一个女孩子哇哇坠地,来到了这个崭新的世界 这个孩子出生不久,就被她的父母取名为布木布泰,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天降贵人 这个名字寓意着她未来的布平凡,也揭示了她的出身布凡 布木布泰的出身远超同时代的绝大数同龄人,她的父亲名叫伯尔基吉特·布和,是蒙古族科尔沁布的贝勒,属于科尔沁布的上层贵族 布木布泰出生的这一年 南方的大明已经走到了万历41年,庞大到不可一世的明帝国 虽然饱受着名神宗主义军懈怠政事,朝堂党争等诸多困扰 但这个老迈的帝国却依旧令人畏惧 而在科尔沁布的东边,来自东北山林的各部女真人正渐渐联合在一起 并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四处征战,大肆扩张 也令西部草原上的蒙古贵人们忧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布木布泰如同其他的蒙古贵族孩童一般 凭借着自己良好的出身,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童年 即便是在最为寒冷的龙冬 他也依旧能享受优于常人的食物 无需和其他蒙古普通牧民家里的孩子一般 为自己的生计而受劳累 与布木布泰的童年比起来 普通牧民的孩子们在寒冷的冬天里 只能苦苦思索着下一顿吃食得去哪里找 而突如其来的雪灾如同白色的恶魔 更时常吞噬他们的家畜 乃至整个家庭成为他们终生的噩梦 也正是因为这优秀的家庭背景 布木布泰得以在之后的草原大变动幸存下来 不愁衣食 最终顺利成长到13岁 成为一名聪明伶俐又可爱的女孩子 而没有中途夭折 然而此前 在布木布泰诞生后的第二年 即1614年 科尔庆布在剑州女真的威逼利诱下 同意相互联姻 布木布泰的姑姑 维尔德宁奇奇格 年仅15岁 就在一片古月奏名声中 被自己的父亲送到霍尔齐山城处 与皇太极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成为满猛联姻的工具 格尔德尼奇奇格嫁给皇太极时 布木布泰年岁上小 还不知道这内中的寒意 幼年的他天真可爱 却不知道那喜庆的月生 也昭示着自己未来的命运 13嫁剑州 入宫纳为妃 在受父母之命嫁给皇太极后 按理说后宫的嫔妃 只要做好生儿育女就够了 不聪明的妃子 会击破了脑袋想着争宠 但孝庄却不做这些事情 甚至在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封赏的时候 他也不曾在意 只是一心一意地养育自己的孩子 但是关键时刻 孝庄总能恰到好处的出现 为皇太极排忧解难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帮皇太极劝降了红成仇 而每次提了建议 或者立了大功之后 孝庄也从不居公自傲 不越界不卑不亢 这也让孝庄成了皇太极后宫中 一个最为独特的存在 皇太极死后 孝庄原本也没打算 在皇宠面前做什么功夫 他只想带着孩子退居幕后 让扶林拥有一个平安顺遂的下半生 但是因为皇太极去世的太过突然 皇位继承一时成了大难题 而当时有能力继承皇位的两个人实力相当 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反倒是扶植扶林成为君王 才能将这两方的对抗 拉到一个和平线上来 孝庄复原图 面对孝庄这样一位情女子 很多人都想知道 她究竟长什么模样 才能够让摄政王多尔滚 为她放弃江山 并且甘心辅佐扶林一生 现代科学技术 用一张复原图 回答了大家的疑问 通过AI技术结合历史资料 将孝庄的容貌复原出来 让大家看看她有哪种魅力 通过复原图 我们可以看到 孝庄确实是比较美丽的女孩子 名模好齿 温婉大方 而且眼神坚定 显得很睿智 这样的女子 对于男人来说 是很优秀的存在 也是有些人 渴望而不可及的 不过也有一部分男子 非常喜欢这类女性 通过这张图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 黄太极和多尔滚的审美区别 黄太极应该喜欢那种温柔 美丽 对自己充满了崇拜之情的女子 而孝庄的姐姐海兰珠就是这样的女子 所以黄太极才会不顾身份将海兰珠纳入后宫 并宠爱有加 但是多尔滚不一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多尔滚比黄太极更加有能力 也更有野心 所以她喜欢张扬一点 能和自己比肩的女子 黄太极在世之时 孝庄年纪也不大 而且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性格魅力并未全部散发出来 后来扶林继位 作为太后的孝庄 此时手中有了权力 也有了想要拼命守护的人 骨子里的聪慧和自信 也就散发出来了 多尔滚作为摄政王和他时常有接触 两个人在政见上也很契合 多尔滚也能欣赏到孝庄那种沉稳 认真的魅力 从而喜欢上他 况且多尔滚还比孝庄大一岁 黄太极驾崩之时 孝庄只有三十岁 多尔滚也才三十一岁 两个同龄人都是最美的年华 不仅有共同的话题 还有共同的目标 因此燃起爱情的火花也很正常 那么孝庄太后下架摄政王多尔滚也是能说通的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 孝庄文皇后在北京病逝 她死后 其遗体并没有被立即下葬 而是被安置在了她身前居住的慈宁宫 直到雍正三年孝庄文皇后 才被葬于昭西陵 临终之前 她特意留下遗言 不与皇太极夫妻合葬 坐落在沈阳的昭陵 而是要长眠在京城外的孝陵附近 与儿子顺之作伴 还可以守护自己的孙儿康熙 对于孝庄的遗言 康熙必然是言听计从 实现祖母的遗愿 不过 即使康熙是一国之君 这个遗愿也并不是那么好实现 直到康熙逝世 也未实现皇祖母的嘱托 直至三十八年后 孝庄皇帝的这个遗愿 方才被雍正轻松破解 实现 那么 为何康熙不能实现皇祖母遗言 自己的儿子雍正 却可以轻松实现 孝庄又为何不愿 与皇太极合葬呢 还有一点就是 孝庄一生内敛简朴 不喜奢华 将全部的金钱 都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她而言 生前都不铺张浪费 死后更不希望 康熙皇帝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将其安葬在昭陵 不仅路途遥远的 而且还要大兴土木土木 又要顾及清太祖的陵墓 禁忌颇多 反而将她就近安葬 在离京城不远的孝陵省钱省力 可以让康熙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江山上 如此一来 她不但可以陪着自己的儿子 还可以遥望京城 守护自己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大清江山 康熙自然不会忘记皇祖母的嘱托 每年都要将此事 在朝堂上提一提 孝庄皇太后安葬一事 都会成为朝堂之上激烈讨论的正事 无论何时 这些守旧派的老臣都不肯让步 无奈之下 此事拖延了38年之久 康熙也没有按照皇祖母的遗愿 将其安葬 康熙61年 玄业也病逝于畅春园 中年69岁 直到身死 她没有完成皇祖母的遗愿 这件汉事在她临死前 也顺理成章 交代给了雍正皇帝印针 雍正三年 雍正皇帝在朝堂上 再次提起安葬孝庄皇太后一事 她将孝庄皇太后的遗愿告知群臣 并且先发至人的提到 亲太祖皇太极葬入昭陵数十年 如果在安葬孝庄皇太后 在此必定打扰先祖 自古以来 避后死后不合葬的先例比比皆是 更何况皇太极早已与原配妻子 折折皇后 朔贤妃葬在了一起 已经是夫妻合葬了 雍正将自己的想法一一表明以后 让群臣在朝堂之上各输己见 雍正在残酷的九子夺嫡中上位 将朝堂之中反对自己的朝臣血洗了一遍 剩下的要么是他的心腹大臣 要么是明哲保身一辈子 守旧派老臣也早已去世 自然不会有反对的声音 这些大臣自然都是人精 明白雍正这是早已做好决定 无非是通知他们一生而已 可想而知 孝庄皇太后安葬一世 也终于尘埃落定 雍正下旨在安奉殿改建为朝锡灵 用以安葬孝庄 朝锡灵距离安葬顺治的孝灵 只有100多公里 两座陵墓用一道墙相隔 既让孝庄紧挨着顺治 又不至于在一座皇陵里 我们不得不承认 孝庄并不是后宫里的花瓶 而是一个厉害的政治家 懂得利用关系和温柔的外表 来争取最大的利益 但可悲的是 这样的人物在封建社会中挣扎 自己的婚姻大事无法操控 等不来那纯真的爱情